哈囉,我是杏子 我今天來教大家怎麼用Shikoda的ACC自動更測系統 Shikoda他們家的定數都在這邊 這個撥桿呢,往下推到最後面的話就是關閉 對,往上撥一下就是開啟 當你在行進中的時候啊 撥一下這個,第一次的話要根據你的時速 然後就直接開始定數 就會自動更測 往上是加10 往下是減10 對,那像Fabia這一台最低就30 然後像它這邊上面有這個小撥桿 一條更車的車距 右是遠 左是近 大概是這樣 開啟以後綠燈 它那個綠色的那個指示就是說 已經開始在自動更測 然後我們現在的設定是時速是30 對,那當偵測到前方有車的時候 它就會 我先提速一下 它就會自動 保持車距 對,它就這樣會自動更測 對,就會保持我們要的間距 我們現在是設最近 所以它現在離前車比較近 對,那當你踩煞車以後 它這個,我踩一下煞車 它的燈就會不見 對,燈不見就是已經關閉自動更測的功能 好,那當要開啟再往那個撥桿撥一下 它就會自動更 然後像它這個是可以跟倒停 我們現在要紅燈了 然後前面車子也停下來 對啦,它就會慢慢停止 好,跟倒停以後它會亮燈 對,如果不踩煞車的話 這時候就會繳 所以一定要踩煞車 對,因為它這一套 像法比亞這一台的話是 煞車要自己繳踩 OK,今天就是 ACV的教學就是到這裡 對,非常的簡單 常用的話是很方便 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或是在塞車的車陣中 對,這樣就不用一直踩的油門 會比較 會比較輕鬆一點 對,然後再來就是說它的跟車是還不錯 很靈敏 可是有一個狀況就是說 欸 可能有機車突然插進來啊 或是說機車插進來 如果距離很近可能 機器那個跟車系統還來不及反應 然後可能會 要自己用腳去踩煞車或其他 對,大概就是這樣 對,今天教學就這邊 就這樣,拜拜 這邊可以開啟它的駕駛輔助系統 對 然後可以直接選擇性關閉 很方便 V5的時候 我們可以直接看到前方有沒有跟車 有了